我们的乐剧小娃娃来了 二年级的一个契机 老师把我选进博港乐剧社团 近距离地接触了乐剧文化 把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不会粤语 全靠老师一字一字地教我 为了能唱准每个音符 我在唱词上做满了各种标记 课间的时候练 放学回家路上练 洗澡的时候练 直至唱到精准 唱出感情 手绢花 圆长 眼神 每一个动作 我都要求自己做到极致 最初练习翻身动作时 每次都晕得想吐 今年的新剧目 《阴阳河之丹水》里有一场丹水的戏特别满 一个动作 日复一日 别人看了都觉得很枯燥乏味 但我乐此不疲 只为了舞台上最好的呈现 《阴阳河之丹水》里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声音条件也非常好 是一个学习乐剧的好苗子 学乐剧有什么用啊 听到这种刺耳的声音 我心里暗暗较劲 乐剧已经被划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实我更希望 今日所付出的点点滴滴 都能换过更多同龄人聚焦乐剧的目光 我想凭着自己的努力大声地喊出来 不要丢掉我们中国的传统 乐剧的文化魅力 值得我们更好的传承